去年其實我有機會去歐洲放假 我很記得五月中完成手頭的工作 六月就去到七月 去了一個多月 其實去旅行很多人都覺得是充電 但是我反過來去旅行是選擇踩單車的 每一個城市我大約停留一個星期 就只是去感受一下每個城市的CD8 我覺得很開心是因為 無論我在柏林 在倫敦 在芬蘭 哈辛斯基 跟著意大利 除了威尼斯是水都沒有踩之外 基本上我全部都是用踩單車去感受這個城市 這個給我一個很大的靈感就是 尤其是在香港 我們沒有機會停下來去欣賞一下風景 在歐洲你透過單車這個運動 第一你令到自己每天有個能量去觀察身邊的市民 無論是你去一間餐廳 甚至去一個博物館 甚至去一間書店 我都是透過踩單車 記得還有荷蘭 阿姆斯特丹 你是去每個點都是感受的 那種興奮感除了令你有想法之外 因為你透過單車你在海邊 你會感受到那種風景 你會感受到你在動 跟你開車很不同的 你真的感受那個環境 你感受到植物 你感受到自然 你感受到陽光 那種吹來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比我看書 或者我去很多的博物館 是更加有靈感 所以那個月我是很開心的 因為你感受到不同城市的單車徑是怎樣 那個空間是怎樣 那個城市規格是怎樣 你會看這些單車的有趣 就是原來每個城市 怎樣去整理自己單車徑 都是一個設計來的 都是一個公共設計來的 那你就沿著那個單車徑 或者不是單車徑 你會去好像摸索 你好像在探索一個歷程 對於我來說 是早了那麼多年設計 我用這個方法去放假 我覺得那個靈感是更充實 和是更加體驗到真實城市的面 先來照我來照明 我來照明 那等待我來照明 我來照明 就是這樣 我來照明